E.A.Sports 開台啦 開台啦 九點半就要看那個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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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級碗面有沒有問題? 蛤? 有很多人說什麼? 剛剛看到人說什麼 什麼TGB 借達過 什麼阿修士 什麼可恥 我覺得他 他用我加這個新蒲光達過 這個角色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天天在捉那些北市 我天天在捉那些北市 他就想我加下去 喂 你在這個面子 不要這樣 不要經常在捉北市 他就以為我 我不會再捉 如果我是這樣 我知麥克風有問題? 聲音有東西? 有什麼? 有什麼事? 我的聲音現在是怎樣? 好沙 是我自己的聲音沙還是怎樣? 是怎樣拆法 可不可以形容來聽聽? 好光 還有 有回音 沙沙的 還有電流聲 每次說話 有雜音 在我說話的時候 現在有沒有? 有些人說好像沒有 你每說一個字 麥克風又拍一下 現在可以嗎? 現在呢? 現在沒有了 什麼事啊? 這麼奇怪? 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是怎樣的答法 是啪啪啪啪啪 喂 有些好像 啊啊啊 那些蘑菇人類的樣子 現在沒事就算了 啊啊 現在應該正常啊 還會太亮嗎? 應該正常啊 還會太亮嗎? 應該正常啊 老闆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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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啦 不用說了 這個話題已經完結 那她說 她為什麼要加這個 新蒲光達哥這個角色呢? 其中一個原因 我是說 可能我就是 捉到北市 捉得太遠了 或者怎樣 然後呢 所以她打算加這個角色 可能大家 可以令我 不要在這裡捉 天天捉得那麼緊 之後呢 我今天呢 我已經看到有些人 就說什麼 呃 有人說什麼 呃 什麼 什麼 她說 我已經看到有些兄弟 是自動自覺 在這裡捉北市 她說自動自覺 在這裡捉北市 在這裡說 她什麼 嘩 她說剛剛 唐詩詠 和洪永成 在這裡吃燭光晚餐 她說 大家怎麼看 她說 剛剛吃吃東西 又 沒給錢 又在這裡出去 對吧 她吃吃東西 沒有給錢 就跑了出去 因為洪永成中途 又做些什麼驚喜 什麼驚喜 給唐詩詠 真的很白癡 一看就知道 她就拿著袋 或者怎樣 拿出去 我一看就知道 肯定是有些古怪 裝了 什麼怕怕醜醜 拿東西出去 然後唐詩詠 打電話給唐詩詠 出去 然後她說 現在你馬上出來 唐詩詠 她說馬上出來 MK妹 我有些東西頂 要你幫忙 完全好 這個藉口 是荒謬 假的 我是MK妹 就知道 又在這裡做什麼 什麼驚喜 如果是我 就會加一句 對白 她就怎麼知道 MK妹 怎麼會有什麼事 然後就馬上出去 就馬上出餐廳 就沒有給錢 拿著袋 或者怎樣 有個兄弟就馬上捉到北市 如果你硬要解釋 你可以說是唐詩詠 給錢 她最後埋賣單 或者怎樣解決 對吧 但她沒有拍到 她沒有馬上說 她沒有馬上放下錢 沒有放下錢 的 鏡頭 或者怎樣 沒有交代 就馬上衝出去 有個兄弟就說 這樣不合理 或者怎樣 對吧 好 來了 小心 還有機會 很漂亮 接著還有人說 還有人說 剛剛她還在保護USB 唐詩詠 她不知道什麼 霧著雨 在抱著USB 或者什麼 有人說 為什麼她這麼蠢 說什麼蠢 那隻豬 為什麼不直接塞進袋裡 或者怎樣 沒事 不會打壞 她怎麼拿著USB 在模擬中拿著手去保護 是不是瘋 神經病 怎麼會這樣做 有這麼常識的人都知道 隨便找個膠袋入住她 有這個人 打到 打到變得下湯雞 也沒事 膠袋密緊緊緊緊 隨便問旁邊 阿姐 再不是去城仔超市 衛康 再不是 去S7 便利店 怎麼也有個袋子不難找 對嗎 對嗎 再不是 當你什麼都不找 放在褲袋裡也好一點 起碼都吸一吸水 隔一步 隔一隔 都不會這麼傻 拿手去保護 神經病 你說太大塊 就像嬰兒子 整個嬰兒子 你就只能這樣抱著 這樣合理 USB這麼小巧 小小塊 要收的方法 有很多 對嗎 對嗎 好 來吧 現在FIVA在擅長機 不關你的事 各位要注意 是遊戲裡面自己都擅長 不是 你的畫面 或者是我的問題 喂 應該有12碼 啊 又說說股不要拼股 這些很難 這些股 你去到這個正常 聽股就不拼股 但是這些情況呢 嘩 厲害到這樣啊 好難射 厲害到 神經病 你看白癡 直到抽筋 都不知道怎麼射 好愚蠢 厲害到神經病 搞得射不進 否則我一早入 說真的 低能 直到抽筋 大佬 剛剛說到 嘩 不是港股不拼股的問題 大佬 那些是違反了常理 不合理 這些很難 拼股 你說那個人 突然間 好像韓劇一樣 怎麼這麼巧合 怎麼這麼多人 有絕症 這些都不能拼股 這些不叫拼股 哦 會不會每次都死人 那些就說 你就可以用這個 說港股不要拼股 哦 真是這麼淒美的故事 這些是他違反人類智能做的事情 你就會覺得很不合理啊 大佬 那你又會這樣 所以有些人說 我捉筆屎不用 你自己感覺下去 不舒服 劇情 怎麼會這樣 你又會 不需要說你 黑兒 你對他事物 敏感一點 你就會自然這樣 好 來吧 裡面就馬上又再反攻了 欺負我們 剛剛那個厲害 會射不進 那 我剛剛 而且我劇情 又預計中了 我就說 唐詩詠 一定會想 想 熊永成 現在是想 幫人追女 追追一下 自己喜歡 你也看到 在哭 那些懶得感動 我告訴你 熊永成一定會跟家寶一起 幾站 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 後來 我告訴你 最後他就會跟家寶分手 發現最喜歡 就是喜歡唐詩詠 唐詩詠 可能剛好又會有 兒子追 我猜 可能會有兒子追 總之要逼他 兩個選 也是 熊永成要爭 沒那麼容易 可以追回唐詩詠 因為唐詩詠 又決定要去 最後那一集 決定要去外國 什麼鬼 決定要拋開一切 哔哩巴 這些 Kiniguru 然後 熊永成 在追 找他下落 找了 五年後 然後 找到唐詩詠 唐詩詠 唐詩詠 不知道在機場 撞到熊永成 之如此 我喜歡找到 一定是這樣 好 扔過來 成龍 彈過去 信我 一定是 熊永成 會跟家寶幾站 總之 不可能 不是一齊 好 來了 預言達 一切都在我的劇本之內 告訴你 好 真的瘋了 都不知道怎麼 怎麼玩下去 怎麼扭播 好 再給下去了 來了 嘩 成龍好夜 還急到 好來了 有人說熊永成才是高知 說什麼 借唐詩詠 追加寶 最後又吃回唐詩詠 混合了 兩女兒 都被他混合 他說很聰明 假裝豬吃老虎 是啊 然後他今天在這裡說 唐詩詠 吃什麼 食物 然後他其中一人就說 唐詩詠 我知道你開心 那逢下午一定會吃 我也不知道 有多少人是 下午會吃開心果 這個我又不太明白 你說什麼菜 你說雪糕也有些開心果 味道 你說什麼 下午一定會吃開心果 我 在中環 即是他那間大公司 我真的很少看到 會有這些開心果 飯吃 或者怎樣 可能我見識少 上流社會有 但又不知道 逢星期幾又不知道 吃什麼果 什麼 哪會這麼囂張 好 一位辦公司 大小姐 一定是 吃完 一定要先吃刺 或者什麼 一定是 星期幾又吃開心果 星期幾又吃什麼果 什麼果 沒有可能 這些 好 來吧 午餐才吃午餐肉 他說吃消化餅 他有說吃開心果 啊 又說什麼 熊永城 熊永城 是跟祥仔一起 還在說 還在說 還在包吵 熊永城會跟祥仔一起 嘩 看到第20集 第一點 好啊 好啊 來吧 怎麼 一定沒有可能 今天還有其中一則大新聞 先分享一下 就是 大家 我問你一個問題 Hello Kitty 是什麼動物 我問你們 請回答 5秒內作答 Hello Kitty 是什麼動物 5 4 3 2 1 0 叮咚叮咚 大家快點回答 我知道 check room有延遲 給你們多幾秒 你們看 你們會回答什麼 可好彈到過來了 成龍 給他上去了 我依然是震的 神經病 好 來了 閃了 嘩 有機會 又說什麼老鼠豬 什麼狗 今天呢 有一則大新聞 說什麼呢 他說 Hello Kitty 大家很多人 經常說 它沒有嘴 沒有嘴 Hello Kitty 今天官方發表了一則新聞 他跟他說 Hello Kitty 不是貓 他說 Hello Kitty 真正的身份 是人類 是英國倫敦的少女 為什麼呢 他今天 話說 美國有一個博物館 想把Hello Kitty 放進資料庫 總之 可能要寫一些解釋 他說 Hello Kitty 是一隻 什麼 哎呀 他說 Hello Kitty 你知道 他是屬於什麼英國 他是住在英國倫敦 還是怎樣 倫敦貓真的很高貴 可能他就打一句 Hello Kitty 是英國 來自英國倫敦的小貓 然後 官方 Sanrio 那間公司 馬上 他跟他矯正這個問題 他說 你錯誤 不好意思 你的陳述是錯誤 Hello Kitty 不是貓 他跟他說 他是一個少女 他說 英國倫敦的少女 他說 他永遠都會讀三年級 好像大熊一樣 永遠 不知道是讀四年級 還是五年級 永遠都是這樣的 他全名 叫什麼 Kitty White 他姓 白 白小姐 白Kitty 白吉 雖然他像貓 但他有兩隻腳 是一個人類 他跟Hello Kitty 本身有養貓 他說 他養的貓叫什麼 Shermi Kitty 我不知道是怎樣 Shermi Kitty 我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就是 Hello Kitty 是養貓 所以他本身是人類的身份 所以今天有很多粉絲 自認 Hello Kitty 很有趣 Hello Kitty 明天 你開學的時候 你可以問女同學 Hello Kitty 是什麼 你這麼喜歡Hello Kitty 考考你 你這樣說 如果你喜歡 你如果不認識 你是不是很有自信 Hello Kitty 是不是你也知道 他說是 你說什麼 答錯了 就要做你女朋友 你這樣說 然後他說 夠不夠膩 夠膩 夠膩 他說好啊好啊 即是你馬上問他這個問題 可能他就馬上不懂 他說 Hello Kitty 當然是貓 這麼弱智的 這個問題 你馬上給他看 Hello Kitty 是人 你錯了 你已經中計了 好像遊戲王 你中計 你已經跌入我的圈套 陷阱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不是今天說 我相信 不少人從小到大都以為是 因為以前台灣還是什麼 會叫他什麼 吉體貓 你知道嗎 他有些譯名 Hello Kitty 他不會說什麼 因為台灣人喜歡寫中文 會不會寫Hello Kitty 來台灣 有什麼展覽 有什麼吉體貓 來了台灣 登陸台灣 或者什麼 你現在的報紙 都是這樣寫的 那現在就跟你說 吉體貓 這件事 你要說吉體人 啊 或者白小姐 白白吉體小姐 好像那些迪士尼都是這樣 什麼高飛狗先生 唐老鴨 那些 他們一定是這樣 就是要逼真 啊 是啊 有些人說是沒有嘴裡 這樣更恐怖 現在是一個人類但沒有嘴裡 但是他 不是啊 想起來好像有些卡洞片 嘩 嘩 靚啊 唉 厲害得真慘 吉體人 你覺得這個名字好不好聽 好像什麼 急動人 無口女 無嘴女 你現在這樣好不好聽 啊 你怎麼看 好 來了 來了 上去 小心啊 給他下去了 有人說什麼 什麼 米奇老鼠是狗 這位兄弟 為什麼你會說什麼 米奇老鼠是狗 這句話 什麼意思 好 人家都叫米奇老鼠 人家有個名叫 米奇老鼠 可能米奇老鼠也是人 他說米奇老鼠有養老鼠 所以米奇老鼠是男性 會不會這樣跟你說 啊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呢 各位 最後全部都是這樣 這些不是 好 想給下去 我認識的 他是貓女第一代 蝙蝠和他差不多 同中族 大家都是事情貓派 有Cross Over 下一集 那些Catwoman 神經病 神經病 算是很難 我們不能發揮應有的水準 不知為何這麼長 好 來吧 比上去 有位兄弟說什麼誤導 那是Kitty 本身就是 Kitten是解貓仔 那麼他自己叫什麼Kitty 他都以為是解貓 我覺得沒有 有些人是這樣的 有些人改名字,我是什麼性感小野貓無綫,都是自己喜歡叫自己是這樣的 你不可以說,好,來吧 小心啊 放下去,再來 唉,可惜啊 你以為是赤兔馬,難道你說他改了赤兔? 那你就說他是兔子嗎?那你可以這樣改的嘛 還有什麼樣樂父 他也是人類,他只是有些動物 日本人有很多以動物的名字 他希望是狼那麼快的,什麼鬼寵英吉 難道是鬼嗎? 他是想取其意思,有什麼含意之類 他就像貓女一樣,他就叫自己Catwoman 你不可以說你是貓,怎麼改這些名字 他是這樣的意思 雖然他的樣子是貓,但他意思是想變成貓 他就像貓,怎麼改這個樣子 是嗎? 是嗎? 這套馬人錄,什麼堂佬啊? 不是雞 如果他的設官方設定是這樣的,你吹他就不成了 吹嗎? 是呀 我是叫他Donald Duck,但他事實是雞 他有雙蟲人,他一向是一隻雞 但是他很想,他自小,他會幫他安排一個賺人熱淚的故事 他很想自小,很想做鴨的 但是偏偏他一隻雞 出個外傳也可以,唐佬鴨 前傳? 其實唐佬鴨是雞 Donald Duck is chicken 一樣,我玩了一大賣 這個故事,這條賣力跟華拉的士來講 我告訴你,立即找達叔去編劇,幾千萬磅 是嗎?真的呀 好,來吧 叮噹是河馬,你已經越講越慘善了 就是這樣,所以這就是今天的其中一個很震驚的新聞 不少人都說 我真的不小心把他撈亂了,錯了很久 他說已經從小到大 QQB可能也不是稱謙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間公司,日本仔的那間Sanrioi 全部都是屬於人類 還有XO是什麼?企鵝還是什麼? 日本人知道XO是什麼生物 XO黑色的那隻 也不是像企鵝 因為企鵝的頭髮是有些腳刺刀刺 好 對面,出街了 給了上去啦,聖龍 我認識啦 有人說正義是男人,是有可能的 官方設定 其實他除非出正義 即是藤子F不義紅有出過官方 就說正義是女人 否則你可以幫他設定 其實正義一出生是男人 但他父母就一直希望他是女生 把他當女生撫養 逼他穿裙子 逼他說的話永遠都是那麼高音帶紅啊 那些這樣說話 然後又逼他弄曲奇 一定要強迫他一定要狂洗澡 這樣才像女人 他就是由世音的一個琴慎父母養出來的 慘悲慘故事 正義愛傳 正義愛傳就說 從前就是袁靖 他本身的名字叫袁靖 但是因為父母想想有個女生 他很想生女的 哎呀!為何這麼不幸生的兒子 神經病 他們的家族可能一定是 可能他們有家族生意 或是怎樣的 那些獨門技藝 一定是全女不全男 所以他們原始一族 一定是要生女的 代代都希望 可能有一次他沒有賣 即是賣旗沒有買到 當然是做了一件陰質的事 所以就見了生女的兒子 這樣就被迫住 那當然沒辦法了 但是又是那些技藝又沒辦法傳下去 所以就被迫住將正義 當成女 原本這個袁靖 就要當成女性 本身是男性 這樣就逼他一定要穿女性的底褲 那些裙子 又逼他狂衝涼 逼他狂衝涼的競爭 汗臭 即是把他培養成的 留長頭髮 逼他扎巴邊 然後又要逼他在那裡 跟大雄那些玩 跟很多男生玩 聊他在那裡 卑鄙其他兒子 他就撫養成 原來這就是少女心事 正義賣藏 那是 定當世界已經2030年的秘密 今天就在這裏切開給大家聽 好有機會了 四個人來追我 出了馬里 哇 這樣也馬上截到 怎麼搞錯啊 啊 啊 好 你也下去了 成龍 會不會再給直線啊 迪基亞 真的會給直線啊 攝裂 好 有沒有機會啊 撞個頭髓 可惜啊 還有 成龍 會不會被射不射給這裏分邊啊 好 來了 所以這一天 我告訴你這些動畫 你一天沒有官方設定集 你都不會知道 他們真實的那些屬性 性別 你都不可信 就是什麼年齡的 你以為單看這些 你就太年齡 因為 所有這個世界是他 作者設定 他說什麼就是什麼 他說正義是男人就是男人 你沒得說 對不對 好像之前街頭霸王 你記得嗎 我已經說過了 之前有個女角 即是新家 新一集街霸 Ultra Street Fighter 4 就是一個叫Poison的角色 神經病 有個Poison的角色 官方設定 就是亂七八糟 明明說他穿到性感的 一個女人 留紫色頭髮 但是官方設定 就說他是男星 所以 你以為他是美女 或者說很性感 或者說正啊 用女 其實他根本是男人 官方設定 我說他是什麼就是什麼 沒有得抵賴 不得你抵賴 你沒有得咬 因為他作者 你神經病 你就算說 你現在說正義是女孩 正義是可愛的小女孩 如果官方不是 正義是男孩 我什麼時候 跟你說過正義是女孩 他有沒有說過正義 正義女同學 沒有說過 老師就是正義同學 大紅同學 我想找正義玩 我想找正義的女孩玩 沒有 有沒有一句 你這個人叮噹 沒有 他沒有人說過 就算他媽媽也說過 你有沒有大紅有沒有見過正義 他有沒有見過我的女兒 正義 沒有 他永遠都是說 你這個就是一個斷藝 你只能怪你 無章定讀 研究到十足十 你以為是自義 你這師子就在對著 正義就是女孩 經常看 找她的洗澡片段 有些兄弟可能就會 立即說 不是 看正義有空 或是怎樣 早幾天才讀過一個新聞 說什麼大陸有個男性 經常偷拿銳士錢 買什麼女性荷爾蒙 偷泊 泊到有空暴 這些根本是不可信 你如果靠 聲別 不是看這些有沒有空暴 就能解決到的問題 來 食龍 給上去吧 所以你們是一個少年太年輕 知道嗎 對吧 你們怎麼看 現在你們是不是很懷疑 這宗新聞引發了你們很多迷思 究竟我以前看的一路灌輸 也認知 是不是錯了呢 你們不妨好好想想 對吧 你們說什麼正義入女廁 入女廁就是分男還是女 你女廁的門口是有機械器材的檢測 一是男人 接著